你好 欢迎收看东南新闻眼 2010年11月19日 一艘造型独特的独木舟 停泊在福州马尾客运码头 令人惊叹的是 这艘独木舟是由六名南岛羽族后裔 在不借助机械动力的情况下 依靠风帆的力量 顺着星星和阳流指引的方向 于今年7月 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出发 历时四个多月来到福建 因为这里曾是他们祖先出发的地点 这个艰巨而浪漫的寻根行动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他的发迹者正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 人类学博士 法属波利尼西亚前总统外交顾问 伊利亚先生 各自高挑的伊利亚 在同行的船员中特别醒目 而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更是出乎记者的意料之外 提起这趟充满艰险和挑战的寻根之路 伊利亚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 哎呀就是我们四个月前一走的时候 就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肯定到不了 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是肯定 离不开法术布利尼西亚的 那个时候那个船肯定会成下距离 和一个国家又多了一个 叫做一共通过了十个国家 都到中国真的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就是根本根本就 也不是开心嘛 也不是放心嘛 就是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就是说不清楚 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之一 也是现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语系 近十年来 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 福建沿海为分布在太平洋诸岛上 南岛语族的源头 福州潭石山 平潭可秋头等多处史前一日的发掘 也佐证了这种联系 波利尼西亚正属于南岛语系 伊利亚他们此行 就是为了用最原始的方法 重新回到祖先迁徙的起源地 我的父母都是考古学校 我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考古学校 我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考古学校 他们一直在研究那些太平洋的那些问题 做的问题就是那个 布林尼西亚城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难题吧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中国人你们都知道 你们肯定是在这里的 可是我们是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吧 如果你要面对未来吧 先应该了解一下过去吧 如果是从中国来 我们已经说了 如果是从中国来 他们是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那时候船 他们说这种船肯定去不了那么远 好 我们就建了一部船 就更去一下这个船 真的使可以跑很远 而且安全地到达 这艘停泊在马尾客运码头的独木舟 依照历史上1820年的木船图纸为蓝本建成 长15米 宽7米 总重量才4吨 看起来就像一片落在海面上的树叶 一艘这样无人工动力的防古船 要跨越1.6万海里的航程来到福建 期间经历的一切 的确让人难以想象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的古人 我们的古人是怎么过吧 而且在这种船上 他们是怎么能生活 怎么能生存 所以我们的一个目的也是 上船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有现代那些心智的东西 像方便面的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我还是靠我们自己捕鱼的 以后把那个鱼就生吃 就跟古人一样吧 就把它生吃 哎呀 我吃了那么多生鱼了 这我们遇到了很多种扑动的天气吧 像我们刚刚所说那个台风啊 台风的尾啊 不是台风的中间啊 台风中间铁川也不行啊 这是台风的尾 那个量那时候已经过大了 差不多8米吧 所以差不多是到那个 第三个过期 在山里都那么高 那个量以后就会 再来 在你这身上 你水又重 又冷 又怕 虽然经历了海上凶险天气 淡水稀缺 补给困难 船体损坏等重重考验 但对于伊利亚而言 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这次寻根活动 可以说是它深埋内心 二十多年的梦想 早在伊利亚十几岁时 就做过南岛羽族的实践调查 还因此获得法国全国中学生二等奖 他一直计划用祖先的方式 重走这段航线 而这样的梦想 也存在于许多南岛羽族人的心 当伊利亚和法属玻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 在当地发起这项活动时 南岛羽族的后裔们纷纷出资支持 甚至当地一位航海经验 非常丰富的六群老人 也主动要求加入 伊利亚尊称它为独木舟上的GPS 它是在台湾有一定的名气的 它是可以按照信心和那个浪 那个水流 它可以知道方向的 所以我的工作我是用GPS 我先固定一个方向 以后它来开这个船 然后它来会告诉我 应该往左往右往前往后这样 而且它特别准 特别准 所以它用很多方法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去尝一尝那个水 海水啊 尝一下 所以它可以知道 如果那个 那个盐分多的话 它就知道 可能是在台湾